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各位觀眾朋友 來自CIOC自動車 嗨 老司機來帶我今天來到台南 今天來拜訪一位台南的老朋友 轉眼圈三年了 這朋友非常需要我們光懷你知道嗎 他自從跟我們買車之後 發生了高高低低的事情 你知道小獅汽車 就像人家講說小獅帶賽 不是 我們是照妖境 這跟我們合作之後 可能有機會 會出現在新聞版面上面 有很多嘛 例如這個 還有這個 我們讓觀眾朋友填空 在我們頻道出現過很多都在新聞版面 都有出現過吧 所以今天我們來做一個老客戶的關懷 來到台南 這台車在三年前跟我們買的 終於有機會在三年後來這邊拜訪他 人生就是有高有低啊 相信大家看到這個車 再看到這個人 應該很熟悉了吧 陣風低潮的守護神 陳韻文 可以 台南rets hospitals 耶 我們好不容易約到了 終於 你買了車之後 這樣哇! во! во! vo! vo! 去了美國啊 什麼 聯約 終於約到了 來關心一下 我們rets couples 用車的狀況是如何 當初是從這個納智傑 然後我開家裡的時候 對 然後後來換這台那個品牌 後來引起了很多爭議 爭議嗎 換了這個牌子 後來不小心在新聞版面上出現了 對對對 還說小事應該負責吧 我不小心就蹭到了 對 你沒有精準的看出客戶的需求 欸 我跟你講 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深深的感到自責 因為我沒有讀出 他眼中的那個求救訊息 眼皮一直在跳 所以現在客人來 我都會稍微觀察一下 確定一下 對 有沒有做出一些摩斯密碼 還是什麼 可是後來我想想 我不知道是我自我安慰 還是我自我解讀 我賣這台車不是壞事 很讚喔 羨慕是不是 羨慕這樣的生活 欸 左勇右抱 也不是這樣子說 我今天來我就是要確定 到底是要 支支還是要安納的 對不對 不過現在觀察起來 好像是紅頭髮的 比較得蟲一點 你就不知道再來副駕駛做過多少人了 對啊 難數了好不好 所以我今天也來 順便來查一些 來這個檢查一下 這台車 車上面啊 嗯 有多香 我有先整理過 先整理一下 有整理過 對 講到這個 把我們的除臭噴霧拿出來 喔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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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賓一定要有禮物啦 這就是我們自己的一些商品 嗯 那比較重要的就是這個 我們的香氛包 跟我們自己的商品 是襪子 嗯 還有最重要除臭噴霧 順便呢 提早祝他生日快樂 哇 好不好 快到了嘛 那我要祝你生日快樂 下個月嘛 對 上過我們節目 連蛇丸昨天都公布交女朋友了 哇 對不對 我跟你講天秤座現在走大運 喔 啊 說完你天秤座 對 我也快換老婆了 我記得當時我回想啊 你買這台車好像 你對車本身啊 好像沒有太多的琢磨啊 還是說太多的研究啊 還是太大的興趣 沒有時候一聽我在講就知道 有冷氣啊 對車完全不懂 對啊 就覺得可以開有冷氣就好了 然後其實對於太多的 安全性 我覺得你還有一點點的care 那這幾年下來 你也開三年了 然後你等於說 你也開過自己家裡之前的車 再加這個車 你現在對車啊 你覺得有沒有再多一些些 我覺得理解很有限 因為這幾年 除了開自己家裡的車之外 像我去美國的時候 也會很常會租車嘛 租車 對啊 去日本也會租車 其實對我來講 開起來差異 還是一樣 我分不出太大的差點 還是一樣 我開車就是 有時候像高速公路 那個速限110 我就是定速定110 我就讓它自己跑 對 我也不會說 你那車一定要能夠踩多快 隨便加速多快幹嘛 那個對我來講是完全沒差 音響啊 不錯這樣子 我就覺得OK 就車上待起來舒服就好了 哦 所以你對車的理解還是差不多 那你對於女孩子的理解 這就完全不一樣了 辨別有沒有 稍微厲害一點點了 多想一下 這個車子 你使用啊 有沒有一些傷痕啊 跟我交給你 之後有什麼不一樣 帶我們來 之前那個也有跟人家一個小叉狀 蛤 有哦 對對對 所以前面有掉下來過去去換過 哦 是哦 對對對 這好像情形才可以到的 欸 你也很痠 哈哈哈哈 這邊有一點點 不知道是別人可以到我 還是我可以到別人 好像是別人可以到我 女方開門有一點暴力哦 這個門邊常常有開門去撞到旁邊的狀況 這個女方開門有點出爐哦 一定是女方嗎 有可能是男性朋友 比較少啦比較少 欸欸欸你自己講 我還在想要怎麼幫你下車 你自己不下車我沒辦法 那後面的話 欸好像就比較還好 後面應該就沒有 既然這樣你也開三年了 開著它南征北倒 我記得也環島過了吧 對也有 其實它三年開5萬多公里 我剛查了一下 其實真的算也蠻有在開的 大致上覺得這個車用起來啊 你覺得有什麼比較困擾的地方 或者是跟你前一台車 納智傑S3嗎 你從那台車換到這台車 你覺得最大讓你有感的地方是什麼 車子的那種質感是很明顯有差 那個車門在關的那個手感不一樣 落差很大 對對對開關門的質感 這個就比較扎實啦 比較沉的感覺 對對對 那這台開起來有一個地方很 算有點困擾 這台車太好認了 我在台南 我只有看過一台跟我這台長的一樣的車 對 所以在路上很容易被人家認出來 很容易被人家認出來 對啊 就比如說要去看球我車子剛到停車場就開始有人跟我揮手了 他們一看到就知道這台下行的車 就知道你開始這樣有了 所以現在遮車牌其實沒什麼意義 大家看就知道我的車 因為Q2就很少了 對 又紅色的更少 然後又黑頂的更少 所以在台南只要看到紅色Q2就是架行的車 大家可以直接揮手 大家就是我 還有什麼嗎 還有我覺得它沒有那個 跟車的功能 對就是我開高速公路 它就只能定速嘛 對 因為那時候 其實他買車的時候跟我講說他很少開車 對 那時候真的不常開 結果後來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他越來越享受自己開車的感覺 自己開車好爽啊 好開心啊 兩個人開車會很容易吵架 他越來越享受自己的那個空間 那開著音樂吹著冷氣的那種 自己的空間的那種感覺 真的像有時候去吃個飯 然後我也許就會出去 繞一繞 可能繞一兩個小時才回來 就是在車上啊 我可能放Podcast來聽他幹嘛的 也不一定一個人啦 兩個人在車上可以 做很多事情 也不一定只有兩個人 也是可以 三我還有同樂啦 對 那為什麼老師要解釋 你覺得整個空間上面你是夠用的嗎 蠻OK的 因為 你是要整天沒了啦 其實我車上其實平常 這還是稍微整理過了 平常就是什麼東西就往車上丟 我覺得空間還蠻夠用的 你覺得他椅子好不好做 我覺得很OK 就是長途的你也是覺得很OK 對啊 有時候長途開一開 然後累我就是椅子往後倒 然後在那邊睡覺也都OK 開車上睡覺 對 還蠻在常常睡覺的 開長途累我又在學一段 就直接在車上睡覺 那時候車內有傷痕的 那個後照鏡被拔下來過 那時候本來想說 要不要問你怎麼抓回去 為什麼會被拔下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東西拔得下來 哦 我知道啊 就是類似那個電視 有那個汽車廣告有沒有 奇怪原發人為什麼要測試說 門這樣很大力的關 很大力的關 然後他測試說拿一個包包 這樣敲 敲引擎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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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後照鏡打後照鏡 就出場前的測試啊 然後後來才發現 他們是在測試說 這個車如果賣給客人以後啊 然後男生跟女生吵架 然後女生會甩門 砰 然後會脆門 砰 然後會拿包包 敲砰 敲引擎蓋 然後他們在做那個測試 測試沒問題才會交給客人 是類似這種感覺嗎 對 它裡面好像沒有測試到啊 就沒有測試那個 沒有測試到就 不是這台車啊 因為那個廣告是另外一個品牌的 奧迪沒有做這個測試 我上車的時候看到那個被拔下來就 蛤 哈哈哈 欸好 接下來來來來來來 奧迪的車2017年 你當初現在是等於是七年車 那當初JUST買的時候 三年前是四年車 你當初買的這個四年的Q2啊 嗯 那你覺得說這三年以來 這個維護保養啊 大概花了多少錢 你有印象的 喔 因為我剛買這台的時候 其實就有很多觀眾在說 你買奧迪的你會要一直修啊 幹嘛的 然後那個保養什麼都很貴啊 其實觀眾也很想知道啊 對 觀眾也會怕啊 啊 我也沒辦法調的嘛 嗯 也不是沒辦法調 其實沒有到 真的是開幾天就壞了 開幾天就壞了 說故路幹嘛的 就出過幾次問題 對 最常出問題的一個叫 輪速感知器 啊對 輪速感知器啦 一開始是左前輪先出現問題 那個四個輪子 像它比如說雙B啊 奧迪扶持都很容易 時間到了 它那個一個髒啊 或者是故障啊 它就會亮燈嘛 對 然後我一開始 完全不知道那是什麼狀況 它就是車上突然開始 各種故障燈 都亮 對 輪流亮 而且就是 一亮就是全套都要跟你亮過一遍 虎燈獎 對啊 那很可怕 那對於 對車沒那麼瞭解的人 會很可怕 你會覺得說 靠北 全部亮會不會爆炸 會不會爆炸 可是其實你開都是 就是沒有什麼異常的 它有些功能好像就被鎖住啊 比如說像什麼 其實我在轉換那個方向盤 會變得比較緊 對 輪速感知器 你有印象花多少錢嗎 後來第二次是三個 後面三個全換了 對 它一次就把它換掉 所以你其實四個都換掉了 四個都換過 後面三個全換好像是 提早換了嘛 對啊 後面三個換好像九千多塊 那等於一個是三千左右 好像是 還有一次是好像電瓶掛掉 哦 電瓶 對啊 那也是就突然就發不起來了 好 電瓶我記得那次好像是我 請我們台南的協力廠來幫你 救援對不對 對 因為那個時候掛掉之後 我好像隔天還是後天就要出國了 就要出國 對 緊急救援 我忘記多少錢了 電瓶應該就 以這個進口聲應該三千多塊吧 我猜 然後換一次電瓶 然後還有換了螺素感知器 還有嗎 還有印象嗎 真的有換過應該就只有這些而已 啊有啦 你剛好十萬有做一次大保養 那是保養而已啊 有 你有換正式皮帶哦 哦 原來我有換我都不知道 你有換正式皮帶 而且現在講我也不知道那個什麼東西 正式皮帶是大保養的項目啊 我遇到的就真的就是那個電瓶 然後跟能速感知器 沒了 三年就遇到這些 所以三年 所以這個就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啦 就是當初他買的時候其實也蠻擔心的 因為畢竟哦 他那時候點點你知道嗎 沒有現在搞話啦 哈哈哈哈 那個想講不能講 對對對 他那時候其實沒有現在搞話 有一種那種欲言又直的感覺 那今天呢 既然來到台南也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再上車再繼續聊吧 但是你也知道我們這個節目的慣例啊 就是要請嘉許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在台南比較常吃的老司機美食 哦 我知道你們來台南就是不會來收車的嘛 都是來吃東西的 我沒有 我今天連包包都沒帶出來 我今天就是準備來趁吃趁喝了 我運氣好已經趁到一波那個媽寶流量了 哈哈哈 對不對 我現在第二次我當然是來趁吃啊 你知道嗎 他上次吃的那個球場附近的那個 阿輝黑輪 我去兩次都沒開 我來兩次台南 我都跑去吃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去了兩次都沒開 都沒吃到 我跟你講我下次我一定要吃到那一點 今天不用 你今天準備的事都沒開不過的 有 全部拍過 沒有也沒有全部拍過 拍過沒關係啊 那個真的好吃的 好 真的嗎 對 而且那個 我那邊沒什麼人看啊 當然你這邊比較多人看 屁啦 好 那我們就請嘉許啊 然後待會兒我們去分享 他的口袋名單美食 Let's go 剛剛聽到他說才想起來 我當初在拍我這台車子的時候 也是在這邊拍的 哦 你也在這邊拍的 對耶 我也是在這裡拍的 其實我那時候 有一趴我蠻感動的 就是你到護震事務所玩 你在車上拍的那一趴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蠻觸動的 因為這台車我認得 對 然後你在車上在拍說 你去辦好了這樣 嗯 然後我覺得 我算是推手之一嘛 對 你算是救了我 我在螢幕的背後我在那邊想 這個好 我會走到這一步 你也是推了一把 我到底該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對 你知道嗎 你知道那種複雜的心情嗎 哈哈哈哈 其實我今天沒有很想要討論這個事情 因為我覺得都過這麼久了 哦 對不對 然後我又看到你 在那邊開心的跟安娜玩遊戲的影片 在那邊邊喝著酒邊玩遊戲的影片 是很開心啊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想到就氣 看得很羨慕 哈哈哈哈 要去新裝看球了嗎 還是我們今天後面就不要吃了 我們直接去新裝 哈哈哈哈 下次等你有空的時候 約一下看球 我倒是現在還是鍵盤球迷 鍵盤球迷 你沒有去現場看過 我還沒有去現場看過 我看的時候是台灣大聯盟的時候 哇 你必須要看一下 現在那個球場 哦 開心的 不一樣 因為時間的問題 所以我就是每天精華看 我還以為你一直有在看 那我要帶你去球場感受一下 現在球場的美好 那 那是對你而言的美好啊 欸 大家都玩得很開心好不好 我告訴你 在三年前你到球場 你不會覺得美好 哦 那不一樣 哈哈哈哈 三年前我連看轉播 你的眼睛可能只會看著球場而已 我連看轉播都有點吃力 哈哈哈哈 導播畫面不要亂切好不好 哈哈哈哈 畫面一切我會出自 哈哈哈哈 畫面一切我就頭馬上低下來吃飯 哈哈哈哈 馬上拿飲料 拿飲料 哦 滑下手機 滑下手機 你現在跟我講美好 你也要想想我的心情吧 哦 對不對 你也是這個狀態 現在的我 對不對 叫我去球場 我也只能眼睛盯著球場看而已啊 你的美好不是我的美好 我沒辦法跟你一樣拿著水槍在那邊玩啊 你沒有辦法 哈哈哈 過幾年如果你有機會共產了 我再帶你去啊 哈哈哈 欸 這樣好像不是好事哦 八億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第一間我們要什麼好料的 來吃個牛肉鍋 它牛肉本身就很厲害之外 它還有各種的熱潮 如果不是只想要吃單純牛肉鍋的話 你看它有很多東西可以墊 嗯 然後這間主要是我朋友 如果有在台南 我就會帶他們去吃那間 好厚一本耶 對啊 應該五顏六色 它彩色超多 對啊 彩色很多耶 一般牛肉鍋不太一樣 主要就是它這邊有這種 手切牛肉 哦 手切牛肉 嗯 腱子肉啦 一級牛肉 哇 特級的很讚 哦 特級的很讚 特級的很讚 然後我們再吃特級的 對啊 它湯底就蠻多料了 對 它湯底其實就有很多料 它有很多碗 這好像是豬肉耶 對啊 它湯底就是用肉啊 蔬菜啊 南瓜 它湯底就很清淡啊 就是蔬菜啊 嗯 因為其實我覺得攤攤的 攤的牛肉鍋 你不然吃哪一間 都不會炒到哪裡去 對啊 就只是看那個湯 是不是你比較喜歡的那種味道 像這個可能比較偏 比較多青菜一點的 對 這是蔬菜味 對 還有一些可能 牛肉味比較重的 它的口味跟我是一樣的 我上次有講過說 我到每個地方 只要有這個我必點 哦 真的嗎 對 這個是我不管到哪一間餐廳 只要它的菜單上有出現 鵝啊 手 我一定要點 所以我分得出厲害的鵝啊手 分不出來 我以為分不出來 新不新鮮而已啊 分不出來 能把這個東西做難吃的店 我跟你講 你也不要去 好新鮮啊 嗯 這個我很愛吃 我其實是這種 炙熱的天氣 一定要吃一下忍筍 肺玉卵香腸嗎 招待的 我跟你講 這個跟價值出來才有 已經吃到老闆認識我了 高粱香腸是不是 它跟台南一般的香腸不太一樣 台南香腸通常都會甜甜的 這沒有 這也不會 而且一定要什麼 醬油膏加薑絲 你這個已經比較複雜了 我一定要加辣椒 我這種是最單純的 你看那個吃法 就是一大坨的那種醬油膏 然後上面薑絲 對 不過這件好像我記得 不知道是禮拜一還是禮拜二來的時候 因為它會有一件是不殺牛的 對 所以那天的肉 可能就不會是那麼新鮮的 我之前來的時候 他也會特別騙跟我講 哦 是哦 因為他們那天是沒有殺牛的 所以就是前一天的 然後會冰一天 然後看我能不能接受這樣 抱歉是禮拜還禮拜二 就是固定一天是不殺牛的 所以當然有很多牛肉湯 那天是不開的 上次我們去吃另外一間 他是有講說 這個正確的吃法是這樣嘛 然後把湯 把湯裡面 上次老闆很堅持 要我們一定要這樣吃 為什麼不能去下面 不能算嗎 我不知道啊 上次那個老闆 那個牛肉湯老闆 他堅持我們一定要這樣 哦 這樣會熟嗎 好像沒有熟 看你吃的是深不深啊 好像沒有熟 因為它這個肉比較厚 對啊 好像下去爽比較好 那我要下去算 我決定這樣攪戰 好不好 真是 粉紅色 不想講話是正常的嗎 你覺得它那個肉 會有點是 一點點脆的那種感覺 脆的 對 有一點點脆的那種感覺 對 它肉是脆的 他說什麼 下肩胛 我對牛肉的姿勢 跟我對車子的姿勢一樣 下肩胛聽起來 是腋下的感覺 反正你的觀眾 一定會有人知道的 讓他們在下面留言補充 特級的我是最脆 我覺得特級的最好吃 跟往常我們吃過的 台南的牛肉一樣 就是你只吃得到甜味 完全沒有什麼燒味 然後其他的那種奇怪的味道 完全全是沒有 然後再加上 它咬起來就是脆脆的 然後完全不會有那種 咬不斷 咬不爛的那個感覺 因為我牙齒很差 那口感很神奇喔 就是那種脆的感覺 而且它就不會是 像那種高級的那種燒肉的牛肉 就會很肥啊幹嘛 都不會 不會啊 它就是 看起來好像沒有太多肥肉 但是你吃進去 你完全不會覺得難咬 一點那種倫倫的感覺都沒有 有沒有油膩感 什麼都沒有 一咬就是分開 但是又不是那種入口即化的刪掉 它是脆的 就是最奇妙的一點 好好吃喔 來 我幫你上一片好了 一片嗎 來 嘴巴後來 來 脆脆的 對啊 脆脆的啊 為什麼 奇怪齁 脆脆的 它不像肉的感覺 對對對 它有肉的味 但是它吃起來不像肉 好啦 客了 我們要 繼續把它客光了 它要吃 無需多說 欸 酷耶 來 要不要幫你媽媽買衣服 小心講話 小心講話 喔 我看到了 這間 我在影片裡面看過這間 請問 一定要離婚才可以吃嗎 欸 已經吃到都要照舊了 對 照舊 請問還沒離婚要吃哪一隻 才可以永保婚姻 永保婚姻的幸福美麥 這有點困難 因為我都試過了 哈哈哈哈 我都試過了 所以不知道是因為吃到哪一隻觸發的 對對對 不太確定 對 它到底是從什麼時間到 你幫我們時間看看 你先挑一個 我才知道準不準 對 好暈喔 它這個是培茶跟牛奶 牛奶 來 我們坐這邊 好好的享用一下 這個就是放後的甜點 嗯 太棒了 我剛剛提議有點怕罵的 我想說培茶會不會是那種 苦苦澀澀的 就不會 非常的花順 容易入口 小朋友也可以吃的 我們家的茶 是茶到櫃茶 這個任何不管配茶或紅茶 吃起來都不會是不得 茶到擠的 它是拿來喝的 喝的茶是可以擠的 喔 因為我第一次來這邊的時候 我是是 對 我先吃牛奶的 因為我剛來這邊的前幾個月 有去日本玩 那時候去北海道玩 就覺得那邊這拼琴很好吃 然後就來這邊吃到覺得很像 何必去北海道 對 剛好去北海道 後來就都來這邊吃了 它甜度很剛好耶 我很討厭吃抹茶 或者是 碳焙的 什麼烏龍 有的會把那個東西做的 味道 太超過了 烘焙得很重 然後會苦苦 就很像它把它做得像 大人的味道的感覺 就像它講的甜味 不是很重 所以吃起來會 一直吃 那我都沒來講話 讓你講一下 我過著吃這個 很像我強調這邊 這間是咖啡店 我 我把它這間拍到 人家都不知道這間是咖啡店 以為我們是雙喜靈店 不是賣茶的嗎 從一早 從剛剛吃的 不是賣咖啡 定位就是變來變 然後還會覺得 算了啊 都可以 你想當成是什麼就什麼 脫Jush哥的服 我看吃到這種假搭板 對這個我專用杯 但是我來都是這個大小 好你來 就是有跟你一起來 才有這個大小 對剛才有這個大小 所以你目前有帶誰來 跟你享受過這個福利了 男生喔 上次來的那個已經不在了 什麼不在 不知不覺吃完了 吃雙喜靈最怕就是 吃兩口之後就開始覺得膩 不想吃 吃不完 我自己覺得這是台南最強的 我是講包手一點 只講台南 剛剛老闆娘有講 就是沒有加水啊 然後 沒有那種油膩感 然後我自己吃完 是覺得沒有負擔的感覺 我有蠻多觀眾 就是他們如果有要來 才能看球 就是看球之前就來這邊 吃個冰 然後聊天一下 然後就剛好去修場 推薦 它裡面有粉餃 我看老闆跟老闆娘 就好吃了 怎麼說 怎麼說 它是老店啊 我機箱跟我爸上 那就是好吃啊 有什麼好講 其實這個阿美在台南有好幾間 真的假的 我覺得都不錯 感覺就是賣很久了 而且生意超好 我們現在來4點多 客滿座 你看這個料是滿滿的 30塊 30塊一碗 超滿喔 它有粉餃加綠豆 而且我發現它有一個蠻特別 它是綠豆已經煮好一鍋 乾的 你點的時候它把綠豆挖進來 粉餃挖進來 剉片跟湯再淋上去 不是你想像中一鍋綠豆湯 咬給你 對它是綠豆跟湯 分開放 哇 太濃了吧 跟台北的綠豆湯完全不一樣 我之前吃過一片綠豆湯 它會 那個 煮完之後煮得太輕 就是 那個綠豆跟湯是 感覺很分開 它會有點刷刷的 對 感覺會有刷刷 湯喝起來整個是 濃的 沙的 可是我覺得有人可能會 不喜歡喔 因為在台北你想像的綠豆湯是有清爽感 但這個沒有 這是濃郁感 豆子超多啊 有沒有 它的流速是慢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像米漿的感覺 對 它就是米漿那種 有沒有 有那種米漿的那種流速 那種流速是慢的 我覺得這一碗喝的碗會飽 對 很飽 對不對 對 從小有一點那種炭燒味 對 專業 這就是這個厲害的地方 對 可是它又不會 過頭會讓你覺得它燥黑大 它不是燥黑大的味 它是有一點點炭燒味 嗯 有點炭香味 對 一點點 他說他有時候吃不下 飯太熱 他就來這邊吃一餐 上一餐吃了 對 有時候真的中午熱到受不了 就是吃一碗這個可以了 呃 好不好 而且這個應該都是屬於 高升糖指數的東西 我等一下會不會暈過去 現在想睡覺啊 不然你有帶藥嗎 沒有 我沒帶藥 你沒帶藥嗎 我沒有預期到今天 要來台南 要來台南 應該是要帶血糖椒才對 對 而且是要醉重的那種 我剛剛第一餐那個 牛肉鍋的時候 我已經不敢吃白飯了 對不對 我想說吃牛肉鍋 吃蔬菜 很peace 對 結果來個雙麒麟 雙麒麟吃了也是來 還OK 對 不甜 第三餐這個吹蕊 差不多 我覺得前面那個熱身差不多 又甜又澱粉 那個豆子 熱身過了 球數直接直上158 前面都跑小便球 你知道嗎 一晚上你直接倒 那個有台南的觀眾 如果有來這個金華路 這個阿美 綠豆湯吃過 你可以留言 這碗真的蠻猛的 如果沒來吃過 也可以來吃看看 好 我跟你講萬里有雲 我們從早上的烏雲密布 到現在是真的 太陽快下山了 來台南也搞了一個下午了 麻煩 一個下午 帶我們探了三間店 我現在很努力 那個縮小部好飽 很飽啊 我剛剛一直打嗝 快吐了 好險有帶我們走了一些路 我剛剛在車上也快暈倒了 快暈過去了 這個我今天也帶來這個 第一批預購的 首批的 雖然它是有簽名了 但我懷疑這是印刷的 沒有沒有 這個真的我 簽了好幾個晚上 所以呢 這像機器人一般的簽名 沒有靈魂的 我不要 所以待會呢 要讓它再親筆 再幫我提一下字 等它下一次再離婚 不是 不要再來一本 再來一本 還可以再出第二本就對了 你可以幫我寫序嗎 哈哈哈哈哈哈 不算也看了不少了 有經歷過了 你幫我看了蠻多東西的 就是啊 好 今天非常謝謝他 那如果今天呢 這個架許帶我們看的這三間店 如果有觀眾朋友 你覺得 我們家鄉口的 比架許 帶我們去吃的這個更讚 也可以留言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下次就讓架許 試試看你家巷子口 是不是真的 比他的口袋名單還好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家巷口一定屌打 我家巷要叫我信心 好啦 那喜歡我們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非常開啟 喜歡家巷的影片 家巷的頻道也記得訂閱起來 那下次見啦 拜拜 拜拜 提字一下 提字 簽中文 那時候我不要再離婚了 之類的 沒有啦沒有啦 離婚也不錯 祝你也一起離婚 不要亂寫 你要加入我這邊嗎 不要 簽中文 我的簽名沒有靈魂 你每一本拿去對照 就會發現都不太一樣 都不太一樣 因為打瞌睡 我很難圈出一樣的字 有的可能還滴到口水 有的可能是淚水 整本都皺皺的 對對對 會有幾滴 然後稍微這樣拓開 那種感覺 好啦 謝啦 搞定了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八億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許涵力 未來 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